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22年7月5日 青麦大学与亚特兰大医疗保健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医用大麻研究大楼交付仪式 这座造价约1700万泰铢的研究大楼 坐落于青麦大学农学院内 在公司的支持下 大楼采用了世界一流的室内栽培技术 调控适宜大麻生长的环境 在整个种植环节进行质量把关 并严格按照国际药物标准进行生产 以保证大麻质量足够用于药物生产研究和临床研究 本次交付仪式由农学院院长达鲁尼教授 主持并致辞 青麦大学副校长 成瘾性植物研究项目工作组副主席彭拉克教授 出席并汇报了项目研究目的 亚特兰大医疗保健有限公司执行主席苏帕德先生 讲解了公司对医用大麻的项目研究计划 最后由青麦大学校长尼威教授上台致谢 此外 仪式现场还设定了现场切割大麻花絮的活动 此类大麻具有CBD-高THCD的特点 专门用于国外进口品种的科研使用 待种植楼内的大麻花絮成熟并收割完毕后 将转交给药学院进行重要物质提取 并着手研制合适的药物配方 2019年9月3日 青麦大学与亚特兰大医疗保健有限公司 还签署了关于研发生产 医用级大麻提取物 以及提高医疗效益的学术合作协议 该协议主要介绍了 如何将大麻作为医用级产品 进行医疗效益开发 同时强调关注患者的安全状况 和最大收益化 研发医用大麻 是目前青麦大学的科研药物之一 对此 校内有专业研究团队 整合了医用大麻的效益价值链 该价值链上游环节 为农学院挑选和开发品种 并探索合适的种植条件 中游环节 中游环节由药学院研发药物配方 并进行质量把关 下游环节则交于 青麦大学医学院和青大附属医院 进行产品测试和临床实验 此外 青麦大学秉持零污染理念 整合利用学院内外和各个部门之间的资源 对大麻的根 净 液和提取残留物 进行了充分研究 为减少进口大麻数量 制定医用大麻的使用方案 青麦大学和亚特兰大医疗保健有限公司 期望能够制作一款 从研发到生产 皆由泰国制造的大麻药物 以提高泰国人民生活质量 推动泰国制造走向国际化 以上就是我们青麦大学播客 今天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